在古时候 实际上乳是道的三个梗 至少乳根道 你的父母已经把你栽培了 中国的教育 古代的教育 从什么时候 母亲怀孕就开始了 太教了 根杂得多深 开教 太教 有没有效果呢 现在国外 西方的催眠书 发现 泰尔在母亲 子宫里面 头脑很清楚 母亲齐心动力 母亲这个淫世齐居 对他都有很大的感应 所以 在这个催眠书里面 他们就想到 中国古人讲的太教是大有道理 他不是无知 小孩一出生 父母是最接近的人 凡是跟他接近的大人 言谈举止都要手里 都要端庄 为什么 让他看到 听到 接触到 全是证明 负面的东西 不善的东西 不要让他看到 不要让他听到 也不许他接触到 保护他 保护到三岁 一千天 这个一千天 叫杂根教育 这个里头最主要的 母亲 这母亲真正爱 爱儿子 真正是自奈 爱儿子 这一千天 砸下的根 在中国古言语里 都有一句话说 三岁看八十 这个三岁 一千天砸的根 到八十岁都不会变 那根多深了 也就是说 社会上这些不善的东西 它不会沾染 也就是说 那个第一千天 是什么 自己说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一千天 这四千天 五千天 一千天 一千天 二千天 感谢观看